好 來 我們回到剛剛齁 這叫倒帶 人生可以重來嗎 好像倒不回去了 好 記憶體有限倒不回去了 那就不倒了 來 我們就從這裡把它刪掉好了 好 這個做的東西就是 我現在做彌補錯誤的事情 有時候一個錯誤會讓我們錯手不及 好 沒關係 來 就這樣 兩條都刪掉 好 我們這個面 還有一個小東西 好 那這個面剛開始是這樣 背立面 我只有柱心 這個強心是幾個強心 來 我們要找 剛剛有同學問我了 好 我們第一個要找 這一條強心在哪裡 這個強心其實在柱邊而已啦 你只要懂的話 畫一下柱邊 offset 7.5 就搞定了 可是我為了要check它的尺寸 我們就做這樣的動作 那 從哪裡開始起算到這個強心呢 很簡單 我從這個柱邊 7.3.9 所以呢 各位看到這個柱邊 offset 7.3.9 按照剛剛的經驗就是上面那一條 所以我就不再量 好 不能偷懶 來 量一下 所以這一條強心在這裡 好 強心 好 強心找到之後 我要找這一條強心在哪裡 這個強心我們就必須從這一邊來找 從這一邊來找 那這邊的話就是從 這一個強心一直往上加這些數字上來 加到這一個 這20不要加 20是差這一個 其實如果你很厲害的話知道說 老師這個差20 我這邊offset 20就對了 也可以 那如果我剛剛的做法是 從這邊一直加 一直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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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 加到 加到這一個 不加20 還記得吧 剛剛的計算器還在 好 對不對 好 我20把錢扣掉 那再加這個240了吧 得到1416.5 好 如果你看到1416.5 我們就直接算了 從這個offset 1416.5 好 我們就從這裡上去 那你可以看看 這兩條線 真的是不是差20公分 我們檢查看看 對呀 所以每次都在事後諸葛 走過以後才知道以前是笨的 從沒抓20下來就找到這個了 幹嘛加那麼多 好 OK 回來了齁 可以賣一下自己 好 再來我們從這邊開始做 你可以注意到老師做第二次飲食比較快 每個人都一樣 好 我們從強心這邊開始算 來 算的話 我們就ML 開始 80 S先檢查看看 好 15 正確 J的話 M0 OK Enter 來 80 再來 40吧 80 60 好 好 你如果不太懂的同學再看一次齁 那再來140 切上去 好 好 再過來的話 這條線的話 我們從這邊做 M0 M0 從這裡 也是80 然後這邊是117.5 扣掉80 還是37.5 好 再來是120 你有沒有注意到怪怪的了 怪怪的就代表要存檔 我覺得已經怪怪的了 OLOKE 齁 他職業敏感 好 來 你有感覺到OLOKE要當季的時候 請真的要做一件事存檔 不要鐵齒 鐵齒 鐵齒的下場就是像我現在這樣 沒辦法 不是只有你會重做 我也要 好 再來第二條線 我們要抓這個 好像直線沒有抓到 對不對 那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就第一個 先剪斷這條線 因為這條線不是我們要的 好 來 從這邊過來多少 我們查一下這個尺寸是多少 看一下 從這邊過來是416.5 所以 好 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 offset 我的操作可能有點慢 這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你們操作可能比我快 我說真的啦 來齁 你們比我年輕應該可以 比我做更多好的事情 知道嗎 好 從左邊開始畫了 來 80 這是剛剛經驗累積的齁 60 140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先畫到這裡 再來 80 再來 39.5 19.5 因為19.5 扣掉 80 再來 120 再來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經驗 第二次拍的影片 比第一次拍的影片短 各位懂意思嗎 好 還給各位 完成 什麼 當然 可以 是 對 決得到 你看